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载速度 缓冲质量 真数错误码 版本号3.4.37 2018年8月28月10.05分04秒 播放流水9F9C9F6X359AA354BA964DE5C770201 本地日志点击下载 点击清除 腾讯视频观看完整版实际正片 南蓝国首上映最强PK 侯明昊绝杀一头流终极悬念 按住画面 按住画面移动 按住画面移动 按住画面移动小窗 时长约1小时15分34秒 腾讯体育训 北京时间9月2日 2018超级体俄联盟 终于来到了最后一个小组 蓝色能量联盟C组的比赛 Super三联赛第十七 张远就熟绝杀刘涉良爆发内洒赛场 这组比赛结束后 红篮大赛双方的首发 替补球员也将陈埃落定 静等9月15日正式开展 作为小组赛第亚洲小组 C组的四肢球队 自然也是实力强劲 不仅仅一人对战中有刘涉良 侯明昊登演艺圈篮球高手 刚刚参加完NBA夏季联赛的阿布杜莎拉姆和中国男篮主力控卫赵继维 也都出现在C组的比赛中 刘涉良可以说是超级体俄联盟的老朋友了 之前超级体俄的赛事 刘涉良也都参与其中 曾经获得过全国基球比赛冠军 全国篮球高中联赛第一名的刘涉良 是演义圈中篮球技术最好的人之一 用刘涉良好友胡歌的话来说 我一直觉得涉良入错行了 他应该选择篮球作为他的职业 他的球技太精湛了 每一次收工不卸妆 他就直奔球场 这样的刘涉良 对于超级体俄联盟3vs3的比赛 也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 其实3vs3主要还是看个人的能力 刘涉良如是说 正是因为如此 刘涉良从比赛一开始就火力全开 开场没多久 刘涉良就一次三分命中 对自己所在的盛棋是其他队友吃下一颗定心丸 刘涉良三分命中 而刘涉良和赵继伟之间的配合 也如同行云流水一般 让人看得上心悦目 刘涉良上篮 刘涉良的几个进球 当更衣室里的未来对手也感受到了威胁 毕竟 今天的刘涉良状态实在太好了 就算上篮被对手阻挡 刘涉良也能凭借自己精准的罚球拿到两分 刘涉良谈起比赛的时候颇有些意气风发 我也不想说太狠 我就想踏踏实实赢下 这场比赛 干就完了 我想拿下这场比赛 我不想给自己的青春留下遗憾 刘涉良上来被犯规 刘涉良两发两中 上半场比赛中 刘涉良打得可谓顺风顺水 三分球也一发不可收拾 虽然防守他的是经验丰富的堂志中 但是刘涉良依然张手命中 向对手的板邓席只能探手表示无奈 刘涉良三分神准 哪怕是面对着身高两米的阿布都沙拉木的封盖 刘涉良依然毫不客气 三分助手命中 刘涉良扛着阿布都三分 上半场的最后关头 又是刘涉良的中距离投篮拿到两分 帮助升骑士锁定上半场的胜利 不让人没想到的是 一向感觉阳光 阴朗的刘涉良 在谈到这个球的时候居然流下了温水 刘涉良接受采访的时候趁 其实有点激动了 高兴喜极而起 其实好多人看我打篮球 他们会说我 演员就该好好拍戏 你打篮球干什么 你干脆打篮球去 别拍戏了 今天我要证明 打篮球部会耽误我拍戏 打篮球始终是我最爱 但是拍戏我也会好好拍 这种缺解 相信不少人都曾经经历过 而刘涉良这种积极的应对态度 值得我们所有人学习 关键的下半场 对手齐天大胜 一度大比分领先胜骑士 这个时候刘涉良和赵季伟连得八分 缩小了双方的分叉 刘涉良赵季伟连得八分 刘涉良追平比分 谈到这段时间的表现 刘涉良并没有鞠躬 他表示的有的鼓励 尤其是职业大腿球员赵季伟的支持 给了自己很大的帮助 当时我的感觉就是可能要输 赵季伟就说 你就投 我给你抢篮板 你就投 队友给了我很多信心和自信 虽然最后生骑士还是输掉了下半场 比赛进入金球权胜局 但是他们做到了自己能做的一切 他们赢得了场边观众的掌声